《君主制度》下的公民参政思想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和前两个时期的思想做一比较 创立时期的公民参政主要是考虑如何根据道德建立社会秩序 要求建立起一定的社会规范来自民众的一些基本的愿望得到保障 公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参与政治或者是劝说统治者来建立这种道德规范 在第二个时期就是发展时期 因为民众已经团结起来 知识精英又在起领导的作用 那么自由城邦就成为号召 要求建立完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 建立公民共和国 那么现在不行了 现在到了文艺复兴晚期了 意大利各个城邦 已经由像那个美帝家族这样的城市显规掌权了 那么公民参政的思想就越来越反映在如何奠定政治 近代的政治学的原则上这一点上 那么当然这一时期的公民参政思想 仍然保留着维护民权 这一和前两个时代相同的特征 然而在公民参政思想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殊的内容 反映出这一特定时期政治思想的新变化 这种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表现为对大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重新认识 民众为一边 诚实显规为另一边 他们之间的结盟关系已经瓦解 已经破裂 所以我们这里就提到了 为什么会建立一种共和制度呢 是因为民众和大的城市贵族之间建立了有限的联盟 现在呢 他们走向君主制了 走向独裁了 也就是公民和统治者之间的联盟已经破裂了 这个破裂就导致了公民社会的不复存在 转变为君主统治下的臣民社会 政府已经转变为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选举制度已经为官僚任命制度所取代 或者是由美的西家族这样的人 按下操作 幕后操作所取代 那么城邦中的自由啊 民主啊 平等啊 平等啊 都不复存在了 那么大资产阶级走向专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道德统治和弦人政治 弦人政治都成了一句空话 作为道德哲学和公民自由的一种替代品 就是专门论述政治关系和政治规则的近代政治学产生了 这就产生了当时第一流的政治家 对城市显贵 或者就是新君主 信者的深刻解释 这就体现在马基亚沃里所写的那部君主论中 在马基亚沃里写的那部那部书啊 君主论啊 他不再谈民众应该如何如何与君主结成同盟 他却深刻的剖歇分歇 君主政府的实质是什么 他认为君主政府的实质 就是和民众的利益之间的对立 马基亚沃里这么说 自由是需要暴力来加以维护的 在他所有的分析中 以仁义为调和的统治者 与人民之间的合作已经看不见了 有的只是一种透彻的利害关系 他这么分析 如果统治者过分压迫人民 必然会危及到统治者自己 马基亚沃里是君主制 为人民自由的对立面 君主和人民的关系 只是一种什么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所以马基亚沃里希望人们 清楚地认识大资产阶级 新君主的这种本质 不要再对像城市显贵那样的政府 抱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所以马基亚沃里的政治著作的 第一个要点是什么 就是他说结盟关系已经破裂了 不要再对他们幻想了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统治被统治的关系 他们两者是对立的 那么同样 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的话 也就成了马基亚沃里政治思想的 一个重要内容 这同样在君主认这部著作中 有所论述 马基亚沃里这么说 因为世袭的君主得罪人民的原因 和必要性比较少 就世袭的 像英国法国那样的世袭君主 因此他自然会比较的为人民所爱戴 除非他为人非常恶劣 裸人憎恨 如果他不这么做 他的臣民自然的会向着他 这是顺利成章的 但是在共和国里 就有一种娇强的生命力 娇大的仇恨 和娇妾的复仇心 他们现在是共和国变成君主国了 那么人们还是缅怀过去的自由 他们心里不会平静 也永远不能够平静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呢 马基亚沃里 在承述人民利益 必须得到保障的时候 也改变了论证的方式 他不再服于君主更多的道德责任 而是通过利害关系来承述 以前的人写文章都是劝君主 变成一个道德的君主 有美德的君主 马基亚里不谈美德 他只谈利害关系 他提出过分剥削人民 必然会给统治者自己 带来祸害这样的论点 即便你是更愿意剥削民众的君主 现在呢也要对你管下的民众 赋予一定的责任 而你对他们负责 不是为了民众 而是为你自己 这就是马基亚沃里 想要那些阅读他 著作的同志者所相信的 因此呢 那个马基亚沃里的君主 政府的看法呢 暗示了一个新的原则 就是政治次序的建立或运行 它不再与君主个人的道德行为相联系 因为贺者只根据自己的利益 或者根据利害原则 来确立政策的 曾然在城市显贵 还在和民众结盟的时候 城市的大自然界统治者 和民众还是在结盟的时候 我们谈道德 我们依靠道德来 获得城里的和谐 是有效的 只要能能得行善事 或者在行善事的时候 注意足够的努力 和足够的耐心 几乎所有的人 都会从里面得到益处 但是当君主对人民 背心起义的时候 尽管内心深处 人们还盼望着统治者 能够发发善心 良心发现 但是这在逻辑上 已经不再成立了 因为此时的君主 只考虑他自己的利益 因此也就没有了什么 能够对任何社会阶层 的一样有利可图的事情 所以马基亚维利 在重审现存的政治结构 只偏重统治者利益的同时 他也力图证明 在杰文时期的所谓 统治者的美德 比如慷慨啊 仁慈啊 守信啊等 到头来只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并且无助于国家的巩固 马基亚维利曾经这么说 他说假如一个人 如果希望在人民当中呢 保有抗慨的民意 他必将不可避免的带着某些奢侈的心者 以至于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件上 把这些财力消耗殆尽 那么到了最后呢 如果他们还想保住抗慨的民生 他逼然加重人民的负担 横征暴廉 只要能够得到金钱 一切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那么马基亚维利就声称 为了不去掠夺老百姓 为了能够保卫你自己 为了不陷于穷困 以至被人家所轻蔑 为了不变成勒索之徒 那么君主呢 与其抗慨还不如吝啬 那么那些大贵族 大战争阶级呢 他们直接掌握政权呢 这种形式呢 也决定了 他的政权有反人民的性质 然而当外敌入侵 弗洛伦萨随时 则可能丧失独立的情况下呢 这一形式又出使了马基亚维利 与大的资产阶级家族 战时的联合 这种联合是有条件的 问题只是 如何保证弗洛伦萨的领土完整 和弗洛伦萨的国土的主权 不被侵犯 所以马基亚维利就当官 他呢到政府达论公职 在1998年 他担任第二秘书厅的长官 到1512年 他被免除一切公职 一切公职 一共当了14年的官 他相当于从他的28岁 一直到公务员 干到43岁 这正是马基亚维利 经历最旺盛的时期 当时的弗洛伦萨的首席执政官呢 是一个叫比尔 说的领仪的人 那次还是共和政治 马基亚维利得到重用 那么在这段时期里呢 马基亚维利干了几件事情 全是为了弗洛伦萨的强大 和安全服务的 因为他的主要任务 既然是维护城邦的安全 因此他就致力于在外交 挖旋和筹建一支 弗洛伦萨的民军 国民军 他认为用雇佣军啊 是靠不住的 那么他作为外交特使呢 他触放过罗马 瑞士和法国 在1507年 他的使命是很艰巨的 因为神圣罗马的德国皇帝啊 马克西米利安 准备从法国进攻意大利 他的使命就是想去通过 外交的途径呢 来阻止这种对意大利的侵犯 那么为了保卫弗洛伦萨呢 马基尔维利一直致力于建立 弗洛伦萨的国民军 因为国民军是从本城的 居民当中招募的 用于取代什么呢 飞扬拔布 激励松弛 没有爱国性的雇佣军 这件事情呢 也是表现在马基尔执政的时候 但是 在1511年以后呢 那个 1512年的时候呢 美帝一家族 回到 被驱逐的美帝一家族 回到了佛罗伦萨 重新成为城邦的主人 马基尔维利就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美帝一家族又指控 马基尔维利参与反对 自己的统治阴谋 在1513年把他投入了监狱 后期马基尔维利在狱中的几次辩解 获得释放 那么马基尔不能从政了 不能从政干嘛呢 写书 所以呢 他就写了论 李维的最初十年 就是 李维呢 是罗马一个作家 写过罗马史 那么马基尔维利呢 就写了一本 认李维的罗马史 还写了一部著名的著作 君主论 那么 就是他出狱以后 不久写成的 马基尔维利把他的君主论 献给了 美帝其的家族的劳伦佐 但是后者呢 没有启用他 后来那个劳伦佐死了以后呢 马基尔维利才在 书记主教 朱里 美帝其的管辖 佛罗伦萨的时期呢 担任过一定的外交事务 然后呢 就叫他去写历史吧 你既然会写历史 你就写历史吧 所以1525年呢 马基尔维利完成了一部名著 叫做佛罗伦萨史 1526年 他还当前为 城市的城防委员会的秘书 那么到了1527年呢 他逝世了 所以马基尔维利用他生命的 最后十几年呢 主要是在研究政治学 他不能到公务员了 但他还可以思考 他还是在关心共和国的安全 所以马基尔维利晚期写的那些著作呢 他告诉了统治者 什么才是自国之道 在国难当头 人民受苦的情况下 马基尔维利甚至更加努力的 去寻找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方法 他指责 各种以邪恶之道获取军权的人们 甚至对人性向上这个基本原则 也进行了否定 但更为重要的是 马基尔维利所阐明的国家的基本宗旨 在于使自己强大 以为使自己强大的国家 才能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为此呢 他不仅分析各个君主国的优势和劣势 而且还讨论军队 用人 君主的人格 以及最后 他奉劝将整个意大利 从满族手里解放出来 满族大概是指德国人 指外国人 正如英国的学者 约翰 麦里克兰 他这个政治学家 他所说 他怎么说呢 说是马基尔维利的君主啊 他的国家呢 全无封建的痕迹 君主和人民之间没有中介制度 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呢 马基尔维利所说的君主啊 不是封建君主 而是新君主 而是像美帝纪家族那样的 大资产阶级 所以尽管马基尔维利 揭示了显贵家族的反人民本质 但是在民主矛盾上 主要地位的时候 他的强国 卫国的方律呢 在当时也是符合人民的意愿的 值得注意的是呢 马基尔维利这位 对君主制度进行过 最为彻底分析的政治思想家 却具有最完善的公民社会 却是最完善的公民制度的提倡者 有的人以为 马基尔维利写了一份君主论 那么他就是君主拥护者 其实恰恰是写君主任的马基尔维利 却是最彻底的 共和国政治的提出者 那么这又回到我们的前面提到的 波普克的那本书里面去了 那么那个美国历史学家 波普克呢 写过一本书 叫做马基尔维利是的关键时刻 在这本书里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发现英国历史学家 对西斯尔维利的公民概念 和我和巴伦在最终定义上的 马基尔维利是的公民概念 实际上两个概念是相对的 相反的 那么他旨在将共和国重建为 法律政治之下的公民共和体 而不是关注某一有着超强的 德性的公民 能否通过确立一种平等规则 来实现自我约束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责像斯金纳这样的人呢 提倡的那个叫什么 叫那个西塞罗的公民政治 西塞罗公民政治是依赖一个 某个开明君主 通过立法给人民有限的自由 而马基尔维利是的公民政治却不是 因为马基尔维利的公民政治呢 是指一个很明确的概念 就是人民和君主的结盟关系 已经破裂 在这种情况下 公民的共和国不可能掌握在 世系君主的手里 也就是共和国是没有世系君主的 像那个波克克又说 他说金纳所发现的 13世纪的西塞罗斯的公民理想 和以下的看法是一致的 就是说那个 公民的德性呢 是可以在某一公正的君主之下 富足实现的 因此生活在古代罗马皇帝 奥古斯都 图拉征以及尤斯丁尼统治下的民众是有自由的 因为他们可以诉诸于法律 另一方面 200年以后 汉士巴伦笔下的弗洛伦三人 仍然有理由坚持认为 在凯撒的统治下 自由荡然无成 结果君主变成了暴君和魔王 而公民不再具有那种在反对满足过程中 所获得的作为帝国根基的美德 所以汉士巴伦和波伯克的意见是一致的 就是说君主可能变暴君 变暴君以后没法合作 那么这就是马基亚维利的公民论 那么我们呢 不能在这里对西沙罗式的和马基亚维利的公民概念 做更多的分析 只想根据我们在这里的研究提出两点 第一 马基亚维利时代 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新君主 与人民的结盟已经破裂 因此呢 就不可能在新君主的统治条件下 建立所谓的自由公民共和国 第二 马基亚维利时的公民社会 乃至一种没有君主统治的公民共和体 这样马基亚维利 就是写那个君主论的马基亚维利 恰恰是最为彻底的公民政治的提出者 因为马基亚维利在公民社会和君主政治之间 划出了一道严格的界限 认为在君主制度 哪怕是资产阶级掌权的新君主制统治下 它也只能产生于君主和臣民的关系 产生出一种专制的倾向 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 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自由社会 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自由 公民自由共和国 它必将有资产于真正的公民共和国出现 有资产于公民作为一个民众的整体 那样一种民主政治出现 而里面是隆布的专制君主的 只有在那个时候 正义法律才能和民意和民众的公共利益 互相吻合 从而体现出政治制度的真正的进展化 那么今天聊了那么多呢 我们得概括一下 我们做个结论 过去研究文艺复兴公民参政的人呢 多着眼于文艺复兴的那些思想 究竟是复兴了古希腊呢 还是复兴了古罗马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得出第一个结论 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参政思想啊 它带有学习古代优秀制度的成分 但是根本上不是复古 而是创新 因为根据我们今天在讲课内容来看了 它不是复古 它的基础 政治基础 经济基础 结盟关系 以及当时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 都是和罗马时代 希腊时代不同的 所以我们绝不能认为 文艺复兴的那些公民共和国思想 公民参政思想 仅仅是复兴古代的某种政治体制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点 我们要说的第二点 就是对两种制度 一个是希腊罗的公民制度 一种是马基尔维的制度 作为评价 我们认为那个马基尔维的政治制度呢 它也是超越它的时代的 因为马基尔维的公民制度呢 是一种真正的共和国 它里面是没有君主成分的 那么这样的共和国呢 不可能从意大利这样直接产生 它一定要通过政治斗争 这种政治斗争 像1642年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像17世纪 像那个1800年左右 法国大革命 时期爆发的 法国大革命 只有在中国这样的斗争以后呢 才能消灭君主制 才能建立共和国 所以马基尔维呢 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确实是一个把那个公民政治 提到公民共和国 提到建立近代国家的 那个层面上的人 那么第三个 我们要做的结论呢 就是过去说的 汉斯巴伦提出一个观点 所以由于外地入侵 米兰和那个佛罗伦萨之间的战争 才导致了失明人文主义出现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啊 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公民自由的共和国的出现呢 它不仅仅有外部的条件 更有内部的条件 还有历史的条件 那么外部的条件 只是一个诱发剂 更主要的是 从古代到中世纪来 它都有公民参征的习惯 那么工商业的发展 公民势力的强大 它又使得佛罗伦萨 有可能产生 这样的公民共和国 另外呢 还要看到 在那个 一个城邦有十几个城市显规 互相统治的时候 一个城邦遭遇外地入侵的时候 一个城邦内部还需要合作的时候 那么人民和统治者之间 结成有限的联盟 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但到后来 这种联盟破坏了 那么 那个民族就想专制 公民共和国就不复成战 出现了马基尔维那样的 对政治的 非常犀利的剖削 所以呢 我们要对那个 汉塞巴伦的观点呢 稍微做出一些修正 就是说不是一场战争就改变了一切 而是有内部的关系 有内部的传统 有内部的因素 有历史机缘的那个凑合 那么从这么一个分析来看呢 我们还是强调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呢 在文艺复兴这个 一段时期里 公民参政思想呢 它存在在三种类型 初期 它就是淡丁彼得拉克 他们提出的是 美德和德智的学理框架 基本内容 就是让国家体现出 爱护人民的道德宗旨 让人民呢 为国家服务 第二个阶段 主要是由布鲁尼提出了 建立公民共和体的设想 那么他呢 写了一篇文章 叫弗洛伦沙宋 里面呢强细地介绍了各个 国民共和国的各个方面 那么但是这种理想呢 只是那个光辉一线 并未能在意大利 或者在弗洛伦沙走向持久 因为呢 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 结盟关系已经破裂 所以等到那个布鲁尼去世以后 也就是到1450年以后呢 后面的80年基本上已经进入君主制时代 好在君主制时代 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放弃 继续建立公民参政 继续建立共和国的理想 只不过呢 他们把理想标准提高了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马基亚维尼是要超越时代的人 他的这种政治 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呢 一直要等到法国大革命以后 才在欧洲正式的出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